立委刘兆豪在这次立法院会期中担任交通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由于台东发展观光交通建设及预算都需要中央大力协助 刘兆豪他也强调会与交通部共同努力 持续推动台东的各项交通建设 让台东的发展越来越好 请走基层问证认真的立委刘兆豪 日前确定在本会期担任交通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对于智力发展观光及交通的台东而言 未来将是以大力多 这个会期照好在交通委员会被推举为召集委员 负责会议的召开 我们台东重大的交通建设这几年 都非常在积极的推动当中 包括我们已经完工了台九县的改善工程 后续还有草补隧道口 一直到新路全场11点多公里的后续的工程 其中四公里左右已经正在施工当中 依据在今年一直到明年底会陆陆续续的完工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后续的七公里的这样的工程 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推动当中 那当然大家非常关心的南回体路电气化 即将在今年年底正式通车 那新的采购的成绩列车 原本因为原本在今年要来陆续交车 那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可能会延至明年的六月左右才开始交车 那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来督促铁路局 做好相关的这样的工作 那当然大家更关心的台东花莲之间的铁路双轨化 环品已经完成 那整个工程即将要来进行相关后续的一些程序 那我相信这几个重大工程 我们在担任赵委几间会 持续不断的努力来推动 那当然台东的观光产业 这几年来蓬勃的发展 那有些相关的观光设施 或者是一些活动 我们会督促交车部观光局 来跟协助地方来办好各项的这样的观光活动 我们希望全方位的大家一起来努力 在台东是成为一个更加适合居住 而且适合旅游的一个好地方 刘战豪也强调 台东目前有多项重大交通建设及观光活动 都需要交通部的大力协助 未来也会持续努力为台东争取更多的资源 让台东的发展越来越好 记者判俊伟 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